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慈然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长信宫灯 西汉的一件铜流金青铜器 大约制成于西汉前期 距今已经两千多年 这盏灯于1968年 在中山静王刘胜之期窦板木出土 因为灯身上刻有长信的名文 所以取名叫长信宫灯 作为河北博物院镇馆之宝 和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长信宫灯 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近日 河北博物院学术研究部研究馆员范德伟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解读长信宫灯黑科技之谜 及其在世界灯具史上的独特价值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信宫灯 这么意义生辉 其实考古人员最初发现它的时候 它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由于它是葬在这个山体 这个木屎是挖掘在山体当中的 由于两千多年一些自然灾害 和这个木屎的塌陷 这个宫灯发现的时候 是散落在地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经过修复人员 科学修复了的 从最初的火把 到后来的灯竹 古代灯具使用的燃料各不相同 长信宫灯的价值 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它的环保理念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呢 人们使用的就是灯竹 就是用剥了皮的麻杆 浸透了油纸 把它制作而成的 那它实现了照明功能 可是这个油纸点燃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大量的烟灰 而且还会有刺鼻的气味 长信宫灯整体造型 是一位跪地持灯的汉代年轻宫女 两臂之间拖持着一盏戴照图灯 通体流金 把汉代宫女的一个日常姿态定格在灯局之上 长信宫灯带有导烟管和灯罩 使用时油烟进入中空的灯替 解决了油灯的烟熏问题 长信宫灯呢 它是带有一个导烟管的灯 它最大的玄机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宽大的绣管 和中空的身体 这么着点燃以后产生的烟灰呢 在热力的推动之下 顺着宽大的绣管进而进入到身体 最终呢落到长信宫灯宫体的底部 这样就能够实现 收纳烟尘 清洁是那空气的目的 长信宫灯采取分柱套接 宫女身体的头部 身躯 右臂 和灯座 灯盘 灯罩 分别铸造 组合而成 各部分严丝合缝又装插自如 经理烟灰烟构十分方便 其制作工艺水平之高 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和咱们的这个长信宫灯比起来呢 那个西方国家直到15世纪 才由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 著名的科学家达芬奇 发明了铁皮导烟的灯罩 这和咱们的长信宫灯比起来呢 就晚了1500多年 所以说我们中国呢 是最早地利用导烟管和灯罩 解决灯烟污染的国家 汉代灯具不仅具有环保功能 还注重灯具使用的便捷性和实用性 长信宫灯高48公分 放置于暗机之上 与古人寄坐时的视线同高 符合当时人们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 长信宫灯还能对照明效果进行调整 长信宫灯这种灯呢 在汉代也其实也是属于创新灯型的 它就是有导烟管和灯罩 灯罩组成当中呢 有两片弧形的平板 这个弧形的平板在灯盘的凹槽当中 其中有一片是可以来回拉动的 这样呢 你通过拉动这个弧形的平板 就可以调节灯的照射方向和光照度 近年来 国家持续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 长信宫灯作为国宝级文物中的经典IP 河北博物院围绕长信宫灯 设计了一系列文创产品 有蒙版Q版二字元等多种不同的风格 与庄严肃穆的文物形成反差 来满足不同观众的文化消费需求 我们到了西汉青铜灯剧可以说发展到它的巅峰时期 那么长信宫灯就是其中的经典之所 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的火整灯 它的创意来源就是我们这个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 也是借长信之意来表达对光明 对希望它的向往和追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